连接瑞芳大辽和北37线的桥梁也就是国防桥 因为桥林已经将近20年在基隆河治理计划200年防洪进行河道整治 国防桥的桥台位于治理计划线内 因此桥梁必须配合家常改建 而在市医院这两年的催生下 国防桥也预计在今年就要改建 连接瑞芳大辽和北37线的桥梁也就是国防桥 因为桥林已经将近20年在基隆河治理计划线 以200年频率洪水进行河道整治 国防桥的桥台位于治理计划线内 因此桥梁必须配合治理计划线家常改建 在2号当天也举行了桥梁改建的说明会 包括地主、地方里长、市医院等人都出席了说明会 那这个说明会我们在七八个月前已经开过一次 那今天因为有地主有换人 然后交划一些地主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说明 在一个交通动线方面 另外还要再做一个妥善的安排 在在周边的一个环境改善方面 我们也希望说经过这个国防桥的改建之后 那个周边的环境能够一并作为一个改善 国防桥因为附近空旷 邻近也没有任何替代道路 所以将采用境遇改建的方式进行 原本的桥梁将用以维持交通 不过地方却也有普通的看法提出来讨论 为什么这个桥直直的你就要绝职取关 这是什么独立的 不是什么要这样做 那就为了要省经费 然后这不是造成老林吗 你为什么不从本来直线的两侧去拓翻 为什么不就是把我这边的土地都完全给刮掉 那今天最重要说明的一个方式呢 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说明会以后 那我们国防桥目前已经记录细部设计 那也要将近开始审查完毕 那我们整个工程预定在明年底 明年底就会来发包施工 那预定在105年底就会完工 国防桥要改建地方都乐观其成 不过似乎在新桥的用地方面 不少地主也是持其他不同看法 相关单位将会会整各单位意见 然后带回去评估 介纯威 瑞芳 采访报导